Ferotech的主要产品群 使用于半导体制造设备前道工序的四种材料产品 近年来 随着半导体制造工艺中对精细化和3D需求的增加 具有重要作用的硅部件 运用其卓越的耐热性和耐磨性等特点 需求正在扩大 例如热处理炉中使用的硅粥 在制造中采用了被称为SI-Fusion的独家技术 该技术将硅和硅融结在一起 它与硅片的原材料相同 热膨胀系数和导热系数一致 通过抑制炉内加工过程中污染的发生 还可以提高单位产量 硅部件的另一个主要用途 是用于真空时刻设备 在存储器半导体中 难多闪存的多层化堆叠对石刻工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因此在石刻设备的枪式中 正越来越多地用到高纯度的硅部件 它不仅耐用 还有助于防止污染 那么我们就觉得你肯定了 我们 Wochenende曼谷给过的 火灵桂扶 我们好用你的火灵桂扶 在本土后的火灵桂扶 的时候如果我们来越好 这个火灵桂扶 就是有些什么火灵桂扶 入水平均 我们一定是 grupo的火灵桂扶 所以我们在新版与火灵桂扶 今天又来说水平桂扶 我们也不需要1000火灵桂扶 我们可以看到 夏月里兽双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